1月28日 美国司法部宣布 华为孟晚舟及两家华为子公司 被控银行欺诈的23项罪名 其中 10项由华盛顿州西区的联邦法院提出 指控华为及华为社被美国公司 涉嫌串谋窃取商业机密 电信欺诈 妨碍司法等罪名 起诉书中指 华为自2012年起 密谋窃取美国电讯运营商T-Mobile的 Type机器人技术 FBI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 华为2013年制定政策 鼓励员工从其他公司窃取机密 通过加密电子邮件发给华为 华为是机密的价值 给员工派发奖金 华为利用子公司天通 与伊朗展开业务 而华为隐瞒了自己与天通的关系 从而误导了美国和一家全球性银行 这些罪名指控包括串联银行欺诈 串谋洗钱 妨碍司法公正等 28日美国司法部也宣布 已正式向加拿大要求引渡孟晚舟 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華為受到中共的控制 美國必須警惕華為產品對美國國安的威脅 17號 英國牛津大學表示 基於擔心華為影響國家安全的緣故 已停止接受來自華為的資助 25號 日本經濟新聞登出了華為副董事長 及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一篇投稿 多年來 華為一直在竭力向海外擴張 但外界對華為的中共背景 產品的安全隱患 數據監控 盜竊技術 涉嫌參與間諜活動等問題一直有所質疑 自從美國禁止在基礎設施中使用華為產品之後 德國 法國 英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等國 也對華為進行審查和評估風險 考慮將華為排除在5G網絡建設之外 華為在海外的受挫 也影響華為向世界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擴張計劃 如果華為對某一項工作提供了資金 那麼華為優先享有使用這個成果的資格 所以這是華為想要獲得的第一種東西 直接把其他西方大學的研究成果 轉化為自己的專利 轉化為自己的使用技術 但是因為它自身的和中國政府的平衡聯繫 它自身有中共做後臺 不能啟動人們對它的擔心 24日 美國華府智庫一份來自國家安全研究所的最新報告指出 他們的行為涉及賄賂 腐敗 規避制裁等 此外 他們還為中共專制政權提供技術與工具 對異議人士進行打壓 專家指出 對華為的指控將掀起各國公共討論 形成輿論與壓力 也促使各國政府重新考慮華為的安全威脅 於是為你中共的整理 每次掣起各國公共討論 應該是為主大學版的事件 也促使各國公共討論 以為主大學為的機関